中日抗戰中的第一場 也是最為激烈的戰役 松戶會戰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 上海開通商港 藉著與此經商的中西方人士 共同努力下 上海成為亞洲最大最現代化的城市 到了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國陸軍入侵中國東北 而日本帝國海軍 隨即在上海展開 另一起戰事 並棄成為亞洲最大 藉此攻勢與陸軍爭奪 國內民眾支持 上海128事變發生在 1932年1月28日至 3月3日之間是中華民國 國軍、日本海軍和日本陸軍 之間在上海的第一次衝突 當時委員長蔣中正 調來最精銳的中央第五軍 來支援第19陸軍在 上海的陣地 這場小規模衝突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干預下 未分勝負的結束了 雙方簽訂上海停戰協議 此協議造成公民政府不能再向 昆山以東派遣更多部隊 只有屬於中央政府的 上海保安總隊允許駐紮於此 而日本被允許在上海駐紮 一直由2000名士兵 組成的特種海軍登陸部隊 保護其公民和利益 1937年 武溝橋事變發生 北平和天津淪陷 上海再次成為中華民國 與日本帝國全面對抗的中心 為什麼上海是蔣中正 投入精銳部隊作戰的第一點呢 上海是通往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的門戶 蔣中正還認為在上海戰鬥 將引起國際關注 這會給日本政府施加國際壓力 使其進攻停滯 蔣中正選擇在上海的另一個原因 是他意識到 這場戰爭需要中國各地的軍閥團結一致 才能抵禦日本入侵 在收服各路軍閥參戰之前 他必須將中央軍投入戰鬥 以展現抗戰的決心 而上海是蔣中正展示自己決心最佳的一點 第三戰區於1937年8月成立 蔣中正任命西北軍領導人 馮玉祥為第三戰區第一任司令 指揮國軍在江蘇和浙江省的所有任務 隨著戰事戒備升級 8月11日 2000名特種日本陸軍被派遣到上海 而日本海軍第三艦隊的司令 長谷川青 在不久後又加派5000名士兵登陸 以保衛於上海洪口區的日本總部 在同一天 張志忠將軍領導的國軍第九集團軍 進駐上海西北部的南翔 抵達墓地後再派遣第88和第87師 前往紮北區 8月13日 國軍和日本海軍之間的戰鬥 終於在紮北爆發 國軍第88師進攻洪口區 企圖佔領日軍總部 第87師也進攻了被日軍佔領的楊樹府地區 戰鬥下來國軍的兩個師都將敵人消滅半束 並持續企圖將日本海軍推入黃土江後消滅 戰事至此 中日雙方傷亡慘重 日軍幾乎被趕出了紮北和楊樹普 但在日本海軍第三艦隊的砲擊支援下 日本海軍守住了紅口和楊樹普 而國軍第264旅的指揮官黃梅興 在八字橋上被敵方科技砲擊中身亡 日本於黃土江邊厚實的水泥防御攻勢 連國軍第10砲兵團的SFH-18-105毫米流砲 也無法穿透 8月14日 中華民國空軍轟炸了日本軍事總部和楊樹普 不幸的是 空軍不小心將炸彈扔入了法族界 造成了3000人的上升或者受傷 蔣中正被迫向西方國家道歉 並且收斂之援 8月17日 第88師和第87師發動了最後一波攻勢 但是仍無法將日本海軍退入黃土江 兩天後 國軍第36師和第98師到達上海 並奉命進攻會山碼頭 防止日軍再次從海上派遣更多援軍 第36師部署了兩台MK1型坦克協助進攻 開創了國軍史上首次坦克步兵合作進攻 但軍被日軍反坦克炮吹走 在日本陸軍援軍到達之前 國軍將日本海軍推入黃土江的戰略以失敗告終 8月14日 日本九六四陸上戰機對上海南京和杭州進行轟炸 而中華民國通軍隨即派出殷山戰鬥機 摧毀了兩架九六四陸上戰機 在同一天 日本陸軍組織了上海派遣軍 於8月23日登陸上海 同時陳陳將軍率領的第15集團軍抵達嘉定 展開了對日軍的反登陸作戰 第15集團軍由第18軍、第74軍和第1軍組成 由第18軍的第11師和第67師 於羅電迎擊來犯日軍 同時第98師進駐寶山 國軍第75師也讚美吳松 第11師於8月25日 將羅電從日軍11師手中奪下 第98師也拿下了岳浦和獅子林 國軍立即在寶山和吳松地區建立了防御陣地 但這條防御陣線卻無法阻止更多的陸軍登陸上海 日本海軍派軍三艘航空母艦前往海岸 為陸軍登陸提供空中掩護 國軍無法擊退來自空中的進攻 在激烈的戰鬥後 國軍開始吸去他們的陣地 8月29日羅電再次被陸軍摸下 9月25日國軍第2師也在吳松被擊敗 吳松被佔領後 駐紮於寶山的國軍第98師第三營被完全孤立 日軍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對第三營發起了進攻 第三營私立姚子清在9月3日擊退了日軍第一波進攻 兩天後日軍發起了第二波進攻 第三營戰鬥至9月7日全速戰死 日軍接管寶山 但在姚子清等人舍身取義的號召下 各地軍閥開始派軍支援前線 以展示他們的愛國之心 日軍登陸宣告結束 但隨機而來將是更慘烈更殘酷的戰役 羅殿吳松和寶山淪陷後 進攻方轉變為日軍 朱少良成為由第71、第72軍和第78軍組成的第9集團軍新司令 負責指揮上海中心的作戰 層層的第15集團軍負責左翼的所有戰鬥 右翼則是由張花奎率領的第8集團軍保衛普攻 日軍希望快速贏得這場戰爭 因此大多數進攻都針對較精銳的第9和第15集團軍 進而導致汶藻兵成為國軍和日軍之間的下一刻主戰場 9月14日 來自台灣的崇騰支隊在上海登陸 與第11師聯合向其一隊第15集團軍發動進攻 而同一時間 湖中南將軍麾下的第一軍抵達上海 加入了汶藻兵的防疫 第一軍保衛了汶藻兵約某一周 在此期間沒有丟失任何土地 到了9月21日 第一軍失去了80%的下級軍官和和3-2的士兵 此時長公正任命自己為第三戰區的司令 並企圖打破日軍3月王華的計劃 在這一天 從薛越率領遊第4、第66和第69軍 組成的第19集團軍進入上海 薛越揮下大多是廣東和湖南省的地方部隊 他們與第15集團軍合力接替了汶藻兵的防疫 9月22日 日軍第101師加入了對汶藻兵的進攻 這次進攻對國軍第15集團軍造成無比沉重的損失 一天之內就會有一個師團被消滅 參加過此戰役的特務軍人給了這場戰役一個綽號 血肉魔方 與此同時 日軍也損失了10988人 更多的日軍師團正在前往問找兵 9月27日 日軍第9師參加了戰鬥 日軍第13師在10月1日出現於戰場 儘管如此 第4、第66、第18軍還是一同在3天內撐住了防線 當他們幾乎被殲滅時 第76與第78軍被排去接替防線 最終日軍還是於10月10日掌控了問找兵 並繼續進軍 為了切斷國軍第9集團軍去入並將其殲滅 大廠和南翔將成為日軍下一個進攻目標 此時陳辰任命李爵率領第10集團軍 下屬的湖南第70軍和四川第21軍向大廠支援 阻擋日軍進攻 除了第10集團軍外 廖壘的第21集團軍 也於9月12日從廣西省抵達上海 第21集團軍與第66軍和第79軍 一起而問找兵南部發動反擊 可惜的是第21集團軍在這場戰鬥中失敗了 日軍96式戰鬥機對國軍第21集團軍發動了空襲 造成嚴重傷亡 第21集團軍不得不離開前線進行補擊 日軍第9、第11、第13集團隊大廠發起全面進攻 儘管國軍第70、第78、第21、第26軍 第18、第37和第10軍一起輪流保衛大廠 但國軍卻無法維持著陣線 以抵擋日軍的進攻 最終陳辰別無選擇 只能命令國軍部隊完全撤離上海 第88師下524隊第一營奉命保衛蘇州和附近的四航倉庫 以掩護主力部隊從城市撤退 而蔣中正還希望國軍能夠於上海再多撐兩州 以此影響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九國會議 到10月26日 大多數的國軍部隊已經開始撤離上海 防止被全面殲滅 然而謝靖元指揮的第88師團 第524隊第262旅第一營仍留在四航倉庫 以抵禦日軍入侵 謝團長和他424名團員在四航倉庫與日軍戰鬥了6天 由於臨近於租界 日軍不敢大張騎乎地使用炮兵或者空軍進行進攻 加上262里的勇猛抵抗 使戰士僵持不下 10月28日 一名叫楊惠銘的女孩 將中華民國國旗帶進四航倉庫 第二天 謝團長命令在四航倉庫的屋頂上進行升旗儀式 這不僅提高了中國士兵和平民的士氣 還感動了租界區域外的外國人士 戰爭中謝指揮官聲稱他們有800名士兵守衛四航倉庫 這批國軍士兵被稱為800壯士 到了11月1日 國軍主力部隊已從上海撤退 在英國軍官的安排下 謝團長7部隊成功策略租界區 在國軍第88師和日軍第3師在上海進行最後一場戰鬥 謝團長損失37名手下 但是800壯士在激烈戰鬥中殺死了200名日本士兵 這是松戶會戰中日軍失去的士兵數 唯一一次超過國軍人數 與上海的國軍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戰鬥是日軍顏面進食 日軍決定再派三個師到上海 以確保至少可以在三個月內佔領這座城市 日軍第6、第18、第114師從華北來到上海 為了切斷國軍撤退路線 這三個師在杭州灣登陸 隨著這三個師向北移至上海 張發奎在浦東第8集團軍 派出第28軍和第45軍抵抗日本的進攻 同時國軍第29軍、第67軍和第79師 被派去保衛封禁和松將 但這些地方部隊無法阻止日軍的進攻 東北軍第67軍在松將戰役中被殲滅 11月9日日軍第3師佔領了虹橋機場 日軍第9師追擊撤退的中國軍隊 第74軍第114旅指揮官吳志光一在白鶴鎮 日軍第6師交戰時被殲滅 隨著日軍攻下青浦 蔣中正終於下令全面撤退上海 11月12日所有在上海的戰鬥都結束了 松戶會戰到此結束 但日軍並沒有停止前進 他們繼續向中國首都南京進攻 蔣中正別無選擇 只能把中國首都牽往重慶以持續對抗日本 松戶會戰時 蔣中正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戰爭中每一天就會有一個師團被消滅 南京也將在一個月後被日軍佔領 日本與此發動了一場大屠殺 蔣中正並沒有從11月3日至24日 在比例時舉行的九國大會上看到他希望的發展 美國和英國仍選擇保持中立 但羅斯福總統以殺害無辜平民百姓為由 開始譴責日本 儘管如此 蔣中正終於藉著松戶會戰 贏得了各地軍閥與人民的支持 這些人民與軍閥的忠誠 對蔣中正及中華民國政府至關重要 讓中國能夠在未來八年持續長久的抗戰直到勝利 嗨,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內容 請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們 讓我們未來可以做出更多關於 國軍、國民政府、中華民國的主題 歡迎以捐贈和小額付款的方式在下面支持我們